你们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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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 太夸张了 很热 在南美安地斯山脉腹地 蕴藏着一个历史深厚的国家 秘鲁 这里也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 保存着神秘的废墟和幽深的秘境 也充满了星际之门这样神秘的传说 这里独特的美食 充满活力的音乐和舞蹈 更是文明于世 但毒品与暴力却依然充滞着这片大地 这一集跟随着雷探长走进秘鲁腹地 记录印加后裔们的生活百态 现在雷探长呢 就是坐车呢 前往这个普诺 在这买了票 30 在这个阿雷基亚的这个车站呢 我还看到一个这个寻人启示 奖金是15000美元 单身的这个旅行 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它毕竟是法制方面的 跟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地方存在大量股品 人口贩子啊 这边的大巴站就是这样子啊 我要在这等一等 你去普诺吗 这个普诺吗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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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闲钟手 盼三年到八年啊 我选了一个靠窗户的啊 来欧莱 我要问他一个问题啊 这个大巴上有没有厕所啊 是 是 好 这大巴上有厕所的 是 现在他想坐这个大巴呢 就在安提斯山脉 今天是安提斯山脉的行事 安提斯山脉的可以说是美洲 甚至南美洲最长的这个山脉 因为这辆车在安提斯山脉的 要开六个小时 我们问问他普诺安全吗 是 是 还是挺安全的 我们来问问他什么样的这个 秘鲁女孩漂亮啊 Uno Uno 他说的是地名啊 漂亮的女孩都有什么特点 Color Color Face Face 长头发 长头发 就是卡兹兰大眼睫毛 You can speak English I speak English so so 我当班这个大姐她的表达能力很强耶 她跟我一样就同样是几个单词 我们就听懂她在说什么了哦 3% 从普诺 为什么没有人去普诺 危险 是 危险 是的 雷探长从他的口中得知 普诺是一个危险的城市 这也是为什么大巴上只剩下三个人 在来这里之前就有大量新闻报道 由于秘鲁社会经历剧烈变动 普诺市暴力活动升级 更导致数百人伤亡 政府不得不下令实施宵禁 雷探长坐大巴经过一个白天的赶路 终于在晚上抵达普诺 为了生命安全 只能提早回到酒店休息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 又会有什么样的危险等着我呢 现在秘鲁正在庆祝这个独立日啊 应该说是独立已经有两百年了 就这边有很多军人在这里 其实像越冰你看什么样的方阵都出来了 身上挂着子弹都是十枪核弹的 嗨 白了冬 白了冬 因为是这个国旗纪念日 所以说他们拍出了好多的方阵啊 什么农业、学家、科学家、清洁工以及医疗战线 就各个行业都要走一圈 他们国家的阅兵给你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不会走路了啊 左手都不协调的那个感觉 今天都是什么样的人过来呀 什么单位的 学校、学院的、大学的 你是什么工作呀 artista dance 哦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还是一名学新啊 目前呢 是文化委员代表啊 你们这都是搞艺术的 你知道这个舞台吗 这个舞台吗 啊 你是说的 哦 Seguris 刚才艺船长问了这个文化委员啊 就是这个舞蹈呢 他说是来自这个Vancane Vancane呢 是这个DT卡海湖旁边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这些人呢是来自于树林啊 这个民族来自于树林 他们一般都是在这个拉斯克鲁塞音乐节 和罗萨里奥音乐节上跳舞啊 艺船长呢现在是在这个普诺这座城市呢逛啊 发现这个城市呢很小 东西呢也非常相处啊 哇在这普诺有好多这个招工启事啊 你看这个中餐馆就是需要一个厨师 说明今天大家也希望能够找到工作啊 不像我中国有好多那种招聘的APP啊 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了 很难想象在这个城市中间 这边居然还有条铁路啊 天呐这边的火车从马路上中间走 居然没有任何那个栏杆去栏台啊 在壁炉啊 说要撞死人 谁负责 我归这边本来就是对这个不负责任的 车就冲我这 对啊 从这开过去 哇 大家看哦 这边呢 人口失踪啊 寻人启事啊 这是一个国籍是阿根廷的一个旅行小哥在壁炉走失了 然后呢 他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库斯科 我已经见了好多这样的寻人骑士 都是旅行者走失 你说旅行者大量的在这地方走失 很奇怪的 不是吗 太贵了 太贵了 不用去太远 随便看看就可以 给他十锁 我们试试啊 这门人车是全世界独有的是往前推的啊 其实我跟你说啊 这边的外国人还有什么都不会坐这样的 都是我在这坐 所以我也觉得我也太奇葩了 这个车很特别啊 就是完全是那个往前推的 其实坐这样的车吧也挺尴尬的 你说在前面谁都能看到你在干什么 太尴尬了 就要抛锚了 全车的人都要看着你 这边的名字啊 其实我老是记不住啊 我选了条特别难的路 因为我们怎么走进了贫民窟啊 这个 山上的房子是穷人住的吗 很危险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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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现在的什么印加人呀 当地人都已经耶稣化了 他跟我说的好有神话 他说这个地方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庇护 满嘴说的很神秘的学问 旁边的女人都在笑我 在笑我 谢谢 你好 你今天有一个假期吗 她跟谁吗 对 对 我问他是不是今天有约会 然后他说 是的 你的化妆技术非常的好 我们跟他说再见 大家看这里面是一个录像厅 电影放映厅 我说这个城市怎么没有电影院 原来在这 我怎么想起了那个中国八十年代那种录像馆 你好 你知不知道你在电视上吗 没有太多 是的 那一个东西 最后是为了一个晚上的一个人 一人是三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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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是一人 三人也不大 那不是 这不 这些小朋友要的还挺精准 一定要再要个0.5 我这没有0.5 他还问我想看什么电影 他说有一个电影清单 让我看着目录 看看Menu China Movie Bruce Lee 你还没有Bruce Lee OK 哎呦来看一看 哇好飞啊 哇 天呐 还有一个人 好 OK OK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电影 真的跟我们以前那个村里看电影是很像的 放的是西部片 但是清晰度还挺高的 然后棚子好古老 当秘鲁人崇尚两种东西 一种就是中国文化 一种就是那种美国文化 Adventure Adventure I see the name of your channel YouTube name Ah yeah Thank you 这小朋友老长着我 因为太老了挺好奇我这干嘛都要到电影院 还好这电影不是很过时的样子 现在让我看电影看 一脸的茫然啊 真的是黑洞洞洞洞 东西都很难 床也很旧 然后赛发里懒汗的味道 像垃圾堆里面的不敲古老的 真的就跟我们今天录像厅一模一样 这个电影院是你父亲的吗 还是你母亲的 两个都是的 你要去吃饭了啊 哎呀雷大长过来看了看他们这个电影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这样一个电影院里面 他们还能打发时间 远处就是这个贫民窟 也就是说从这个贫民窟 有很多无业游民 他们就可以来看电影啊 在秘鲁呢 也有很多比如说吸毒的 然后呢有很多没什么工作的 那么他都去哪排遣呢 所以说你看电影院一定要放那个 大家喜闻乐见 有流量的那种影片 什么事情 我看完了 来旅游就是看一看 祝我好运啊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电影 我喜欢李小龙的电影 我喜欢李小龙的电影 我知道你的意思说 因为我一个人不能给我装进去 没关系的 下次我还会来看你的电影的 你几岁啊 十岁啊 祝你的电影院生意兴隆 能赚很多的钱 我去看电影哦 我们不能看全看完 后来呢 这个小朋友呢 就开始怀疑了 说你为什么才看一会儿 你为什么不看完呢 然后他妈妈在远处就叫他走 我回去了 李小龙认为呢 就是无论是做这个旅馆生意的 还是像他们的放电影 或小卖铺生意 早就跃人无数了 他们都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条虫 所以说 他想知道我为啥不看了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反正我也不是坏人 基于独特的文化和非凡的地理环境 秘鲁人民极其喜欢不同的动物蛋白 出道秘鲁的游客 可能会看到令他们惊愕的一幕 平日里人们万分喜爱的宠物会摆上餐桌 那就是豚鼠 豚鼠又名荷兰鼠 大部分国家会当成宠物 而在秘鲁却成为了国菜 人们来到秘鲁都觉得当地人拿着豚鼠开胃太残忍 可是这道菜还被画到了库斯科大教堂的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上 典型的宗教本土画代表 抱着浓厚的好奇心 雷船长决定替大家一探究竟 现在雷船长一路去寻找这边的烤豚鼠了 想找的它真的很难 这边他们最近在修上水道 给挖成这样了 八叉八把 走完了 时刻上你要照镜子 有面镜子 还有这个 Guinea pig 那个炉子旁边就在烤 因为这边有灯 所以坐在这里给大家看 这个炉火感觉像地狱之火在揪烤着几只小老鼠 大家看出老鼠的形了吗 有头在前面呢 又大不说 而且又惊悚 不会这就是要吃的吧 他们管着叫荷兰猪或者是豚鼠 其实豚就是猪的意思 这个 烤豚鼠上来了 大家看烤豚鼠是这样子 看着好恐怖好吓人 最关键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就被烤成这个样子了 看上去特别的有点刺激 但是好像大家还是关注它什么味道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子就是说烤豚鼠这东西不是大家想象的 我要把它自己分开 你拍完了之后它要拿去帮你去切 真的不敢吓死你 因为总觉得好像亏欠其实老鼠很多 原来身子就是个壳 就是个壳 外面皮特别硬 但里面这个还是特别嫩的 现在吃的还是有点恐怖 我感觉像在吃各种的套餐 这灯光也是 怪怪的 真的是很刺激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去吃过老鼠 这一块还是挺嫩的 我想到这是它的哪个部位我就难受 这应该是它的那个屁股对 这两条腿 大家看 这是老鼠的头 我不敢吃这个 大家见过饲养的那个豚鼠的话 还是挺呆萌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 有人会说等一下你还会吃第二次吗 我不会了 餐的是吃完了 现在一肚子油一手的油 我还是觉得太可怜了 我觉得我像是恶魔在吃吃饭一样 好看一百零三 现在我在普诺的大街上瞎溜的 哇 是 这是 多少钱 50 OK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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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今天这个街头的酒 是把所有都掺在一起 这个酒叫Emoled 就把所有都掺在一起去 管它是什么 这个锅里煮的是什么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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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我觉得它不会是孟婆吧 我怎么吃出了癩蛤蜡味啊 再给我找普索尔 SINGO SO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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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大也不想找钱了 SINGO SOLES SINGO SOLES OK 我现在喝完我感觉 比喝这个青蛙汁还有那个刺激 路边还有卖巧克力的小女孩 你是在卖吗 我家有人卖 那我来尝一个 里面是椰蓉的 白白的 卖巧克力的小女孩 看这边就是秘鲁的赌场 进赌场之前呢 像我搜身 保安 站的直溜溜的 里面就是这些老虎鸡 你会玩才行 你不会玩 你在里面就看一圈就出来了 其实大部分人去凑热闹 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想去赌点钱 这是今晚要跳舞的 你好 你这样的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图诺也是这个少数民族之乡 所以说这样唱歌跳舞 在大街上的时候实有发生 我希望我可以拍照 我来自中国 中国 你去舞台吗 是的 太棒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发挥最好的成绩 加油 OK OK 一个哥哥 站到了这个座位上 你是韩国吗 中国 你是韩国吗 是的 是的 我是韩国 好的 是的 他们的表演要开始了 就是他们这边的表演 这边的舞蹈 就是当地普诺的传统服装 就是当地普诺的传统服装 然后是这样子的 上面是扇子 它是裙子 其实这个普诺地区 你们是以黑为主 所以说穿黑色才是级疼 他们这样骂人 你的工作是舞蹈吗 13 你今天有多少岁 天呐 他才13岁 你穿的这个服装是哪里的服装 他说这是他们这边主要的圣母节的时候 他们的服装 你从哪里 我从中国 啊 中国 中国 是的 中国 哇 刚才这个人吹排销的时候 吹了我一脸的风 是啥风呢 是酒风 我感觉喝完酒来演出的 所以说呢 感觉一脸的那种酒气 普诺的夜晚虽然显得格外热闹 但却还是要小心这里的治安 毕竟人贩子 赌徒到处都是 抢劫案也时常地发生 指不定就在某个角落 你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来到普诺 雷探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寻找秘鲁民间舞蹈 玛丽雷娜舞 剪刀舞 秘鲁华尔兹 这些都充满着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 舞蹈通过农业 战斗 狩猎 节日等作为舞蹈的内容 艺术化地展现了印第安人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林店长 来一场秘鲁舞蹈鉴赏课吧 现在夜幕降临了 我要去找我的位置了 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 和Sala 这个服务生给我推荐 类似于Mokito的这么一个酒 我给大家说 就来到秘鲁 大家能看到是吃饭 就是那个中餐的意思 还能看到熊猫 秘鲁韩国餐厅上面画了好多熊猫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 就南美人 一看就南美人 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字 他们估计也不知道啥意思 哇 我们这个上来了 超大的Mokito 尝一口 哇 有点像Mokito 但是里面的啤酒的味儿 更重 这是一瓶啤酒 哇 OK 有点小姿 环境就是这样子 别怪我 马上就要跳舞了 其实林店长是为了来看美女帅哥跳舞的 所以说不得不在这吃饭 不然的话我肯定是吃泡面的 我觉得他们跳的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他们展现了很多地区的人文风情 他们身上的披肩蹦桥这个单词 就来源于这个科区下人的这个印第安语 所以说他们穿的就是蹦桥 大家看到这两位乐手呢 他们演奏这个曲子就是印第安人的经典音乐 山音之歌 这个音乐八十年代很火 大家看到这身服装上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要跳那个溜溜的康定溜溜的琴呢 从发型到帽子到裙子都特别像 直接可以上来吧 谢谢 康定那个地区的溜溜的琴那种感觉啊 好戏又来了 好戏又来了 这是这个浦诺最帅的舞蹈 男人这个铃铛呢挂在这个肚子上 女人要不停地晃那个裙子啊 这个舞蹈只有在浦诺你们看得到 而且这个舞蹈呢 是唯一在浦诺里面 打成都是最多的 在更加速中的一局 这次舞蹈有满的糟国 可以在这边开放四天 就在这儿跟浦诺里面 就是浦诺里面 它就是浦诺里面 你书是在浦诺里面 它是浦诺里面 你这个期间的浦诺里面 -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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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认为秘鲁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同时中国人也认为秘鲁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 秘鲁万岁! - 希望游客都能够把它记住秘鲁万岁 - 谢谢! 雷天长总说秘鲁人喜欢中国人 可能大家不太相信 这不 这位大姐就找上来了 他们一听说我是中国人 就上来合影留念 可能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 也可能秘鲁的文化起源于东方 他们对中国人有一层特殊的亲切感 普诺这座城市 一直被誉为美洲大陆民间歌舞之乡 一个小小的饭店 竟然也有这么多种类的舞蹈 这些舞蹈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含义 有的表现追求爱情男女之间的偶遇 有的融入了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故事 有的汇聚了神秘的宗教仪式 有的则象征印第安神音般的力量 当然这些舞蹈都可以说是安蒂斯文化 所以无论是高山 城市 还是田野 方寸天地间 秘鲁人民都会翩翩起舞 这就是热情的秘鲁 在表演结束后 舞者们一个个都凑了过来 出于好奇心 他们热情地与我交流 但是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Sofia Sofia Sofia 这个服装是哪个地区的 哪个地区 在哪个地区 P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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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会去一个岛屿 塔奇利 然后我就去库斯科了 库斯科 只有一天 然后我去玻利维亚的时候 可能路过普诺 我还会回来的 yes come back ok ok yes come back 哎呦这个早上做味了 这服务生太有颜色了 给这个女孩都把座位看好 这样子坐起来了 挺有意思 这个真 服务员太有颜色了 这是要让我们买单是什么 请吧 Do you like this? I like thi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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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喝什么呀 哈哈哈 我想喝什么 在那天晚上看到你 在库斯科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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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看我了 yes good good 你多年了吗 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问我多少岁了 你们认为呢 你们猜一猜 30-35 他说我可能30或者35 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先说雷探长呢 他们在笑着呢 我先说雷探长呢 不是来得要妹的 关键是这个妹来得要我 我做纪录片 所以说呢 去了世界的100多个国家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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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说什么 他刚才说呢 带上我们 因为我说我是女性家 然后带上我们 他就take me 你最想去哪些国家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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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很狂野的 很现代的 甚至可以教别人跳舞 好厉害啊 我很喜欢跳舞 所以说今天专门来看跳舞 我认为有很多舞蹈 没有人去学习的话会失传的 我刚刚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你 你 我的妈呀 真的假的 太夸张了 他们很兴奋的样子 很开心的样子 很热 我喜欢舞蹈 舞蹈 是的 我喜欢舞蹈 大老师没听懂 然后就怎么 他问我 就说这边的那种烟雨 你有尝试吗 我 还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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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们下次来一起吃啊 我下次还有来这个 来普诺呢 所有的这个客人都走光了 服务员就给我们三个 四个服务呢 好呀 好呀 天哪里 天哪里 今天是很开心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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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去 塔吉里 我去睡室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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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说你住在哪里啊 我说我住在 Major Major's Cree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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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OK Thank you OK 拜拜 Adiós Gracias Gracias 哈哈 Gracias Gracias 哇还真的是挺热情的 哈哈 我觉得我要谢谢他们啊 让我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 哈哈 离开饭店时间已经很晚了 这三位舞者都是二十岁出头 和他们交流中能够感受到 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但是接下来 我又马不停停 要赶赴下一个地方 滴滴卡卡湖 据说在那有一百二十多个芦苇 编织成的小岛 被世人称之为漂浮岛 那么就跟着他那长一起 走进印第安祖先的古老生活方式 我明白了 就是说我现在住了这个 DD卡湖上这个民宿啊 但是没有充电的地方啊 他要想充电也行 必须就是到那个的朋友家 亲戚家去充 嗨 嗨 嗨 这边有很多人在这边 此刻的连长呢 正在这个DD卡湖的这个餐厅上吃饭 这个餐厅的完全就是当地的民居的样子 都是用这个芦苇做成的 在这个五千年前 DD卡湖上就有人类活动了 有些岛上呢 还有这个印加人呢 崇拜的太阳神的神庙 所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个岛上的内容 雷天长现在吃着当地的这个尊鱼 最有名的也是最香的 嗯 哇 这他们厨房 然后原来要点热水 你从哪里 中国 谢谢 哇 现在这个太阳慢慢在升起 雷天长也醒来了 一轮金色太阳 从这个DD卡湖的远处这个湖平面上慢慢升起来 因为我昨天晚上挣扎着在湖边一定要上岛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还是来到这个岛上 也算是消道对我的眷顾 哇 跟雷天长下来看看啊 出来了 在这DD卡湖上睡觉 非常的安静啊 而且那个房间就我一个人 雷天长呢 决定呢 这一大早呢 带大家好好的逛逛这个漂浮岛 看这个岛上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You from Canada You from France France Salut 小朋友你好 你看这就是当地的印第安小朋友啊 脚踩的地方就感觉到这个地方 岛感觉要塌了一样 脚跌太软了 这些都是这个当地这种茅草屋啊 也是这种当地的一种房子 由于这个古代印加人呢 崇拜的是太阳神 这太阳神英帝呢 就是带领这个印加人呢 从这个DD卡湖出发呢 一路呢前往了库斯科 他们一路经百张去试探这个地形 行不行 最后在库斯科呢 插到地上之后呢 哇万岛光芒 他们发现 原来库斯科呢 才是他们的这个首都 于是就在那建都了 乌鲁人是古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 相传 乌鲁人在太阳诞生前就存在了 他们有着黑色的血液 并且不惧严寒 是掌管湖水的主人 由于乌鲁人独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遭受到了印第安部落的追杀 500年前 为了逃避印加帝国的统治 不想成为奴隶的乌鲁人 来到了迪迪卡湖 芦苇从中隐居 靠吃芦苇嫩芽生存下来 在迪迪卡湖上 生长着一种类似芦苇的香菩草 这种植物具有很强的漂浮性 乌鲁人将厚厚的香菩草 一层层叠起来 形成很大的福利 建立起一个漂浮岛 由此一代一代延续至今 一大早他们当地人就在这边打扫卫生 这是Totola Totola Totola 这地是 我们的小父亲 哇 大家听到了吗 他说这个岛如果现在再从头建造 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全球变暖 而且这个岛是在祖父继承下来的 开始我想象可能这个岛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芦苇完事 原来这上面还有漂浮的这么一个根 我认为这个岛都可以承载一辆汽车 那不行啊 嗨 大家好 我是冒险雷天长 此刻雷天长千里迢迢来到了秘鲁和波利维亚的交界处 那就是迪迪卡卡湖 迪迪卡卡湖的面积是8560平方公里 它的水域占了湖泊的96% 这个湖面上有50个岛屿组成 大多数都有人居住 足足卑卑的印加人都生活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漂浮的岛也是一代又一代的被传承的 你看现在水一跪之后 让这个岛就冻起来了 漂浮起来 所以我现在有点站不稳的样子 踩在上面我给大家说特别软和 这个船就是用兜兜拉造成的 这个船有两只狮子 为什么要用狮子作为船头的logo呢 是因为迪迪卡湖呢 他在这个图语中呢 就意为是美洲狮之岩石 所以说他们非常崇尚这个美洲狮 相传的最具神秘色彩的首领人物呢 科曼卡帕克呢 正是从这个迪迪卡湖的中心走来 然后呢并且创建了印加帝国 迪迪卡湖呢 到底还有什么神秘的色彩跟人文呢 就跟人家店长呢 我们一起来探秘吧 得走慢点 不能踩空了 啊 这猫咪都上去了 你可以啊 你是太阳的后裔吗 雷长给大家说 在每个漂浮岛上呢 都有这么一个遼望塔 它也起到了这种 像灯塔一样遼望的作用呢 就是我上来才发现 原来这边还有个游泳池 就是怕夏天太热嘛 这边呢就是各种房子 我的摄像机在那儿 其实这个岛屿呢 还给我一个感觉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民族文化气息 保存特别好 雷长猜啊 很多小伙伴呢都特别好奇 这个DT卡亚湖上 人们是怎么上厕所的 诶 大家看 这就是DT卡亚湖上 当地居民的厕所 这个水塔呢 就是把这个DT卡亚湖的水啊 抽到上面去 再用这个它自身的压力呢 就往下冲 冲水都浪费了 其实我看了这边厕所都汗厕了 我就不给大家拍了啊 但是它主要是 有一个太阳能的这个热水器 用来洗澡的 就大家呢 上来看一看啊 这个厕所上面 这个梯子是被捆住的 所以说 你要力气大了 是不是还能搬舌呢 这边有太阳能的一个加热板 然后就可以用它来 就把这水加热了 取之自然 用之自然 它就用这个太阳把这个水给 加热了 所以太阳真是他们的造物主啊 现在没有人 我们来进来看一下这个厕所啊 还这边洗手的 这边是这个洗浴的啊 不过连探长给大家说啊 这些是给一些有钱人用的 稍微高级一点 那样是不高级的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上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不太高级的这个桶 在这儿 哇是用这种像芦苇打 打成末 做成的这样像土样的东西啊 就是有人上完厕所之后呢 把它盖上去 迪迪卡尔湖上的厕所 充满了智慧啊 这孩子来找我玩了 你好呀 来你拍我吧 做个摄影师拍我吧 来你拿着 来这只手 拿着拍我 哎呦 连探长呢 在这儿住了一晚上 深有体会 英家人生活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小朋友们还没有力气举相机呢 It's me C 好看吗 C 你多大呀 C Uno C SINGO C 好了不用问他了 你说他100岁他都说C 让这个印第安的小朋友们 累累一下中国音乐的魅力 怎么样呀 OK C 就不说C C C 其实今天我很想在这个岛上看一看 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吗 Es un paseo en el bote para poder ver las otras 我很想看看当地人穿着漂亮的衣服 穿着民族的服装 在那里劳动 OK C C 我们将走一段小路然后去另一个岛家庭待会儿 OK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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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人生地不熟 你很多时候感觉就像探险一样 OK 哇这一户是杂草丛声音 好久估计都没人住了 这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了 看家狗都这么可爱 现在雷太长是在迪迪卡湖上 488年前印加帝国被西班牙人给灭了 但是西班牙人并不住在岛上 所以岛上反而保持了这个纯粗的这种明昏和原貌 我们知道在古老的乌尔他们就崇拜月亮之神 你看这边有太阳之神英帝了 英帝的老婆是她的妹妹也是月亮之神 你说这些神话跟这些现实好像都结合到了一起 是不是 应该说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山淡水湖了 前方大家看到的这面旗帜就是印加 这个岛不同地方你看到的景观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人家开船出门了 这么厚实的芦苇 这么百年间 人们其实也是不断在给它在家厚的才可以的 哇 雷太长转了好一阵了 发现这边的风景真的是挺特殊的 每家都有每家的设计 有的人家做的是太阳神 有的人家做的是老鹰 因为印第安人也相信老鹰 其实从任何这个湖都能开过来 他们做了好多这种分支 上面有好多的当地妇女 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来看看 上岸了吗 看 看 哇 这个老妈妈很好看 她戴着白色的帽子 然后穿着这样的衣服 她说这是他们迪迪卡湖的香蕉 甜甜的 我叫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Mr. Lei 你讲英语吗 是的 很小 你在这里工作吗 是的 这是你的妻子吗 这是大妈妈 妈妈 哇 但是这是谁做的 是的 这是大船 大船 大船 哈哈 这是他们迪迪卡尔湖上人的住宿 原来这样子 你看看 大家看这边是他们挂的衣服 这是你的衣服 是的 这是我的衣服 但是你还有衣服吗 是的 是 50 这皮肤都快画出血了 这老妈开价够狠的150 我觉得折合人民币就乘以2就行了 在秘鲁这一定要砍到四分之一 你砍不到也砍个二分之一 60 我给他60 不行 老妈妈你要是不过便宜我就走了 这个太贵了 我走了 我的计谋就是不买要走了 他们现在就是在收割这个芦苇 带到岸边 真的是不容易 他们狗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你别跟着我 嗨 sor sor 谢谢 好 岛上的女主人要赶我走 我还没探访完呢 见了客人哪有赶子呀 觉得好像我多拍点就很不好 是的 这是我的船 是 在巴西亚的名字 是的 是的 OK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就花20索尔坐他的这个狮子船吧 我明白了 他不是说简单的赶我走 他是想让我坐这个船走 来 20索尔斯 谢谢 乖 摸摸头 你从哪里 皮皮皮疗 对 夫人 男朋友 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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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平移 就平着飞 我怕撞着人 我就用手去拿 就把手给割了 哈哈哈哈 累撒滴滴卡卡 哈哈 血泪屎啊 Yes I'm good Yes I'm feeling is ok 在我被无人机割伤后 岛主的女儿见过伤口严重 立刻用草药帮我清理 她说 这是被太阳神赐服的药剂 服了之后 能很快痊愈 哎呀 妈呀 螺旋桨打上什么感受啊 特别的那个痛 因为它打到这个骨头上了 我现在血止住了 但是关键还是痛的 希望以后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哈哈哈哈 What's your name Jenny Jenny 你今年多少岁了 我30 是不是现在你们已经不会做这样的小岛了 啊呀 Yeah Grandfather Grandfather 她说她的这个祖父一代呢 都是会编织啊 就这样扎上去啊 en mucha lluvia L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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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嫩子吗 Lotta Lotta 你的嫩子 你的嫩子 Lotta 我喜欢这件事 对 朋友 我现在的几个人 是自由 自由 是 是 家里 你 你 中国 你 OK OK Gracias Gracias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呀 送过了这么一个小礼物 我很高兴啊 OK Yeah OK 我们要跟这个女孩说再见了啊 希望她生活愉快啊 在这个漂浮岛上 拜拜 漂浮岛是大自然与人的故事 也是祖先与后人的对话 更是对于外来人的一场时间穿越 旅行的三种境界 第一是看风景 领略美景 第二是看人心事故 学会与世界交流 第三层是思考人生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别人着想 为上面的人着想 也为下面的人着想 唯独忽视了自己 让自己草草度过余生 旅行也许就是一次让自己真正了解自己的机会 所以旅行的最高境界 就是认识到了如何让自己更好地为自己活着 告别了迪迪卡卡湖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请不吝点赞 除了